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们做几方面 一是百货 二是高科技 成功的背后 他经历过小挫折 公司开起来了 可是后来到台湾去几个月之后 公司又倒了 开了分公司做贸易 也做不好了 大家都出去开公司 最终的问题要处理 是自己的问题 他的成功之道是 用两条腿走路 一是to do 真正的腿 这样才会平衡 就是to be 公司里面的中心价值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 神明更新 不是把赚钱摆在第一位 是把神的果摆在第一位 一套基督普的能力 圣经的能力去进商 他说他不是老板 神才是老板 他只是给神打工的 广州市 广州市 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 由朝早到夜晚 这个城市都展示着活跃繁华的面貌 广州市是继上海和北京之后 中国第三大城市 也是广东省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事古以来 广州市已经是 华南地区著名的商贸 拥有悠久开放贸易的历史 远在第三世纪 广州已经成为了 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围处华南沿岸 又是中国面向东南亚 其他国家的窗口 这些有利条件 都促成广州市 成为了今天全中国 海陆经贸的枢纽 自从中国在7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 广州市的经贸 就开始以驚人的速度发展 就以2008年为例 广州市的生产总值 和07年相比 就有12.3%的增长 成为了广东省经贸发展的火车头 这个发展势头 令到广州市成为了商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国内的企业 或者是跨国的集团 都想在这个千年相复 建立他们的业务据点 王健林、Jimmy Wong 看准广州市的商贸优势 也在这里建立了他的公司 我们的生意是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做的是百货类的东西 从个人产品到教育的 教育的到礼品类的很多 我们就设计我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自己没有做工厂 我们就找我们的配合工厂 就是我们做这个直接的销售 所以我们一般是市场的价格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这个国务刀 我们在外面的价格 大概是人民币大概是两三百块吧 我们卖到客户手上 这个国务刀我没错的话 大概是75块 现在王健林公司的业务 已经扩展到全国 他的分公司遍布中国不同的城市 近年Jimmy更加锐意发展高科技产品 积极进军更大的国际市场 做几方面 一式百货 二式高科技的生意 这个真正名称叫自由立体 因为跟一般的立体不一样 一般立体又戴眼镜 我们最新的科技是不用戴眼镜 可以看到立体的效果 在今年内就会推向市场 向全世界来招商 我们目前在全世界 大概有十九个国家 正在跟我们签合业 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一样 Jimmy是由零开始白手兴家 在广东台山出生的王健林 童年都经历过贫困的日子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在农村出生 所以我还记得大概是在五六四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差不多每天都吃粥 吃了大概有六七个月 我们那个时候的馒头 不是现在像白的好看 那个时候是黑的 因为没有很多的 那个时候不是粗粮 当王健林和家人过着清贫生活的时候 当时已经定居在温哥华的祖母和叔父 就建议他们一家移民加拿大 我的叔叔还有我的祖母 他们已经在加拿大了 所以因为后来他们 他们就申请我爸爸 就是我们存家 后来就八一年的时候 就移民到加拿大去 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 那个时候唯一能说的 就说得比较好 就是台山话 还有国语 也不懂的广东话 因为是台山开始出生 英文更不用说了 英文一句话都不会说 所以后来在温哥华的时候 就先到ESL class 很好玩 因为我记得他们进去的时候 还做了一些测试 可能因为我听不懂 所以很多答案答错了 所以挺丢人的 因为好像成绩很差一样 Jimmy很快就适应在加拿大的生活 学习也都占上轨道 而在读书的期间 他也都开始做暑期工 发掘自己做生意的潜质 第一份是在麦当务 那是16岁的时候 一直做到19岁 做到他的第一次助理 做到经理级 后来就进去一个做贸易的公司 又是个夏活 一直到9月份才想 不然我留下来发展一下 看怎么样 当时黄建林已经是大学二年级 商科的学生 因为想得到实际的商贸经验 就决定暂时放下学业 因为我是老大 所以在我家里面 我是第一个上大学 所以当时没有继续 父母是挺惊喜的 不太同意的 当然经过我跟他商量过 反正我读商贸经验 不然就让我一个时间 先操练一下 因为我是很喜欢抗论 我先操练一下 我看如果不行 我再回去读书 所以工作就这样开始 Jimmy在工作上不断地累积经验 到了1993年 他决定离开北美 去到亚洲建立公司 准备大展拳脚 一直都算生意做得还不错 可是一直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做生意 建起来了 可是当我一离开 又不见了 到香港去做生意 公司开起来了 可是后来到台湾去 几个月之后 公司又倒了 照台湾也是一样 然后到中国来 在这人事方面 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就想了很多方式 解决人的问题 激励的机制 一些的制度 一些奖励 请他出国 每天盯着他 那个目标 这些东西都常常在用 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可以改变一个人吗 在02年以前 这个 他们工作也是非常努力 但是都是靠自己去做 生意曾经也做得很好过 但是就是突然一下子就 公司就做得很糟糕 他们也很努力 可能比以前还要努力 但是公司就是没有起色 外面也做不好了 客人也少了 那自己以为了不起的 分公司 你开的分公司做贸易 也做不好了 大家都出去了自己开公司了 所以真是走投无路 也很低落 也很受伤 当时身体做不好的时候 担心睡不好 身体也有些毛病 有生病 喉咙每天都在痛 心脏的高血压 可是又不敢跟别人讲 因为你做男人 你一定要强壮 所以也不敢跟别人讲 当公司的业务毫无起色的同时 另外一个打击又突然来到 我妹妹从温哥华打电话给我 说爸爸病了 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 心里也没有很大的感觉 觉得还很久 病嘛 没问题嘛 病 钱可以搞定嘛 就飞回去加拿大 那那个医生就找我谈 他说可能就是有 最多可能乐观呢 可能只有两个月 不然就是三个星期 因为他是骨癌 而是脊椎股的 脊椎股里面的骨癌 所以很痛 怎么办 当然你第一个是想办法啦 你找医生啊 找医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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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找医生啊 可是你一看到他 很无助的 因为孩子很痛 病情没有向好转发 一直往下调 在事业和家庭都面临冲击的时候 一位老牧师的出现 令王健林对前路重拾信心 他来看探访 探访我的 我的爸爸 在这个温哥华的那个 健康医院里面 来看我爸爸的时候 他当时就说我是牧师 我是为你祷告好不好 就为我爸爸的罪 而说求神主耶稣 求你赦免黄伯伯的罪 他的医生 求你来医治他的一个 他的病痛 他的需要求你来安慰他 就很简单几句话 我就看我爸爸哭了 你知道吗 从81年到加拿大去 应该是最困难的时候 我看我父母亲 他们两份工作做 一直在拼 我没有看到他从来在我面前 说自己很软弱 那一次我看到 诶 Something touching 好像有什么东西触摸他的心 他竟然流泪了 那一次让我非常震撼 后来我跟他谈 让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位老人家非常非常地 游和 非常游和 非常谦卑地 来提醒我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的方法都用完了 都还是没有做得很好 反而什么东西是 都倒进来了 你要不要试试看 要不要试试看一条新的路 把你自己放下来 到三天面前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他说 首先 就是 祝你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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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信仰 其实当他十五岁那年 就曾经表示过 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 我跟我妈妈去 去台湾间买东西 因为星期天 就帮她去买东西 那你就 那次我记得她进去 看东西 我在外面等 诶 那个钟就响了 那个大钟 咚咚 诶 我就很好奇 诶 就看了刚好旁边一个教会 很奇妙的 我就拿了那个东西 拿到那个 那个 帮妈妈拿的东西 就那个菜 就进去教堂里面坐下来 就他们就 讲到啦 诶 诶 我觉得不错啊 他讲到那个 我们人的心灵有时候很空虚 有时候我们很无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是靠自己呢 还是说我们可以 尝试可以祷告 原来那边是有 是宇宙之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主宅 可以听我们祷告的 是另外一个 那个父亲 还可以听我们祷告的 诶 我觉得诶 这个是make sense 我记得前面那个讲员 就好像说 有时候有这个需要的 想认识这位 对那个主耶稣的 请你站起来 诶 那个时候我就站起来 诶 我想知道多一点 今天 黄建林来到广州市的 基督徒商人团契 和一帮基督徒一起聚会 自从在加拿大得到 老牧师的开道之后 Jimmy就决定放弃以往的营商方法 尝试以基督教的价值观 作为公司营运的根据 以圣经为本 以人为中心 不再以追求最大的利益 商业的利益为他的本质 他觉得侍奉的中心不是钱 而是上帝 他现在的公司 几乎是变成基督教的企业文化了 所以已经是 不是把赚钱摆在第一位 是把神的国摆在第一位 不需要商业贿赂 也没有什么避税什么的 完全照着一套基督徒的伦理 圣经的伦理去经商 当然经商得越来越好 他诚实 但是他一点都不吃亏 上帝会更加爱他 因为他愿真诚地对他客户 客户反而对他有更大的回报 他是完全把公司献给神 这个公司他说他不是老板 神才是老板 他只是给神打工的 就是我们先告诉你 我们的立场是怎样 我们不做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做生意就是这样做 反正他们非常尊敬我们 基米讲出了一句话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他说当你考虑任何的设计的时候 请你记住一点 你要先让神的名字 在那个商标里面 在你设计里面被了解 被知道 2005年我们慢慢在更新的时候 当时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 这个销售 所以出了两个问题 做得好 他骄傲 做不好 他抱怨 对吧 可是我们想当时的问题在哪里 当时我们非常重视是to do 做事 我们非常重视怎么教育在做事 所以到2005年的时候 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 一是to do 很重要 to do还是很重要 知道怎么做事情 规矩很重要 我们并不说 我们不用规矩 可是我们加了一个真正的腿 这样才会平衡 就是to be 其实神仲是我们的病 更多于我们to do 回想昔日生意的挫败 Jimmy经过反省之后 法国原来是自己的生命 和性格出了问题 现在想回来 最终的问题要处理是自己的问题 做得好 特别做得好的时候 你就好像觉得自己最厉害 也不需要谁帮忙 自己的方法肯定是对的 所以不好的时候你就 哎呀 是什么问题呢 但是可能你就往外丢 这个问题可能是 这个外面的问题啊 产品的问题 我的人的问题 就没有看到自己 现在看起来 这是非常的错误的事情 也许 现在慢慢明白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吧 的管理的模式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所以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他们的也许 那个习惯 也因为这样传过去 所以现在回头看 我要先面对付的是自己 王健林知道 需要对付的 是自己的骄傲 和自以为是的性格 所以当他犯错的时候 他就会放下身段 向员工道歉 有一次回来就在这个会议室里面 一回来就很生气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同仁犯的错 而且是再生的叮咛 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 他毫不 我们叫不假颜色 毫不客气就开始骂起来了 我那次骂得很凶 我刚好在旁边 可是很不巧的是 那天他旁边 刚好有重要的客人也在旁边 那同仁就在他面前挨骂这样子 我就私底下 我就提醒Jimmy说 Jimmy 你有客人在这里 可能要不要 后来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买了 提了一大堆便当 就把那些同仁都带过来 跟他们解释说 为什么那天他会脾气比较大一点 他也当场就跟他们道歉 用个图画来看这个公司的话 他真的是一个家 真的是一个家 是个家 是个家 当然家还有他的规矩 就是也许以前 它是一个业务公司 它是以业绩为先 就现在 因为家里面 我们的focus 我们的重点 是在有 所以在他的公司中间 几千个员工 没有人叫他老板的 没有人叫他黄老板 总是叫他机密 感觉就是一个非常谦卑 这样子 他说起实话 他在我的心里面 他不像是我的老板 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哥哥一样 他能够把上帝的爱 贯穿在他的公司里面 那么这样子 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不会互相攻击 每个人都知道 公司里面的中心价值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 生命更新 以前是讲生意得早 在2004年 当Jimmy要推行这种 以人为本 以爱为先的 营运模式的时候 其实都遇到不少阻力 他也不想要 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理解 也不是很支持 甚至有些人还是很反感 认识你的会担心 你会挑战 你会这样行吗 这样不行 你应该有方法 管理人 就用人的方法 人是比较贱的 你要这么管理 当然经过一段时间 那当然Jimmy 他们并没有说 因为这样的压力 他就不做了 那我们发现 他每一年都非常的 很坚持地要去做 包括我们 当然我们自己的人 也是 他有时候会 也是会怀疑 很多的怀疑 这样行吗 比较不合理 当然了 你看 你的敌人 第一个你的敌人 你应该用试验的方法 你的敌人 你应该把他打败他 想办法打败他 想办法把他压住 想办法把他消灭 可是 很奇妙 耶稣挑战我们的 他不但没有消灭他 他还为他上扇子架 不但上扇子架 还有第一句话 在扇子架上面 说第一句话 他说 父话你饶恕他 原本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我们也看见 整个的公司 前后的一些变化 包括人 包括人 那以前可能培养的一些 比如说经理型的人才 他们可能只是 比较多的 可能看重的是利益 但是现在我发现 我们公司培养的一些经理 更多的是他们 更多的思维是怎么样 可以造就下面的人 就是怎么样 可以培养更多的人 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 不但在生意上面 他们可以得到这个生意 更重要他们的生命上面 怎么样可以有一个 好的生命活得出来 慢慢的很奇妙的去看到我们的人 我明白原来我们很奇妙的 当我们关心到人的时候 真的是人就会更关心到我们 很奇妙的大家就看到这个家的感觉 而效率提高了 为了培养员工的生命素质 王健林特别推行每周一次的生命小组 帮助员工会出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五的下午一点钟 我们会敬拜赞美 可以暂时把工作放在一边 因为居民告诉我们 你可以把你的工作暂时交在主的手上 让他去完成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老板 他说你就放心吧 我就让你来了 就这样子 一个老板 他其实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是放在 让你创造业绩 让你教你怎么样来做事 但是我们发现他不是 他愿意花很多的金钱 花很多的时间 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生命 所以我们当然 我相信只是靠嘴巴来讲 很难去改变人的 那其实真正的 他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就是他们的生命 叫我们叫做生命影响生命 我发觉到他 因为我每天晚上 几乎刚接触的时候 我会收到一封简讯 这封简讯就是神的话语 在每天晚上 有的时候凌晨一点 有时候凌晨两点 我真的发觉他是一个不用睡觉的人 因为早上他跟我一样 早上七点就起来了 可是为什么我凌晨两点 我还收得到他的讯息呢 他就在传神的话语 他是站在一个为父为母的一个 属灵的父亲的一个很急迫的一个心 在看他的同仁们 他希望他们的生命 不但生意要得着 希望他们的生命更被神来得着 愿你奉献给你 愿你奉献给你 一生被你施用 做个无愧的友人 愿你奉献给你 不后退也不会后悔 因为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人啊你赚到了全世界 失去了生命 意义何在 他世界放这边 生命放这边 我看到这个秤 所以神说 原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比整个世界还重要 王健林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曾经运用一般的营运方式去经营公司 结果业绩不升反跌 直至他将公司的营运 和基督教信仰有合的时候 他就见到公司的工作文化 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 都起了极大的变化 进照圣经教导 以人为本 以爱为先的营运方针 成为了Jimmy公司 创出骄人业绩的秘诀 耶稣基督重视人的价值 愿意将无条件的爱 赐予世上每一个人 这位奇妙的耶稣基督 能够改变王健林的公司 亦都能够改变你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呢? 请你立刻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上恩与之星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吧 愿神赐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后退 也不会后悔 不后退 也不会后悔 不后退 也不会后悔 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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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